田老师 说到这个当代书法 就时常会想到启公先生 据说呢 启公先生曾经收到过这样一封信 是一位外地朋友写给他的 上面写着爱心觉罗启公手 当启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在上面就写了几个字 查无此人给退了回去 这是一位外地朋友写的 那我想问一下 田老师 如果说这个事儿确有此事 那启公先生 为什么会把这封信给退回去呢 是不是启公 这位外地的朋友 把启公先生的名字给写错了呢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 我也听说过 在印象当中 看启公先生的文章里边 也记载过这件事情 启公先生很不喜欢 别人称他为爱心觉罗启公 据说是这么一个过程 启公先生呢 他真的就是爱心觉罗士 而且是皇族的后裔 并且是正兰奇人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启公先生 很讨厌别人称他为爱心觉罗启公 不愿加上这个姓氏 这个原因为什么 我们只能是猜测 因为我们没有零距离的和启公先生来交换过 这个意见 是为什么 启公先生确实说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人给他写信 写上爱心觉罗启公收 他在信片上给写上 查无此人给人家退回去 确有此事 但是究竟为什么 我想这里边会有一些个复杂的原因 和复杂的一个社会背景 启公先生 他在多半生当中 受到政治上的打击 太多太多了 现在有些个爱心觉罗士 而经常喜欢写上爱心觉罗 但这也有一些 有些个心理问题 有的人就是说 我就是爱心觉罗士 我是满人 我是欺人 我写上这个姓氏 说明我没有忘祖先 姓什么怎么可以回避 还有的人 比如说书画家当中 也有些极少数的人 愿意加上这个名字 加上这个姓氏 以说明自己是皇族后裔 那么在卖字卖画的时候 可能更有些市场 人家知道爱心觉罗士 在书画方面 都是有一些个宫廷味道的 所以有些人喜欢买这些东西 但是启公先生 却很不愿意写上爱心觉罗士 甚至到了 人家给他写上爱心觉罗 他跟退回去 差不多此人 到这种程度 我理解 启公先生 因为受到的迫害太多了 而对于这个爱心觉罗士 不敢轻易再谈到自己是皇族的后裔 因为现在政治空气宽松了 没有问题了 在当初的时候 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后 这一二十年当中 你是皇族后裔 就说明你是被改造的对象 或者说你有可能是被专政对象 我想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社会背景 谈到这个社会背景的时候 我最近又看到 在一个书法刊物上 发表过一篇文章 对启公先生提出有一些个疑 还是关于蓝婷婿的问题 这个人 他发表的文章 署名叫胡文辉 恰好今天 这个材料就在我手边 我们拿来看一看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材料 是一个叫 署名叫胡文辉的先生 把这篇文章 开始发表在了南方都市报 后来由书法报转载 题目叫 圣守书生起功 从标题上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这位胡文辉先生 对启公先生赞美有加 对他的诗书画 包括他的人品 多方面给予肯定 表现了对启先生的这种 崇敬心理 这个和我们的感觉 也很接近 但是这当中呢 他却对启公先生 提出一些个疑忆问题来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关于蓝亭旭的问题 因为在1965年的时候 启公先生对于蓝亭旭 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原来他认为蓝亭旭 那是真计的 后来由于郭沫若掀起了蓝亭论辩 一场轩然大波 所以启公先生也立即改嘴 说蓝亭旭是假的 因此引起来书法界 很多朋友对启公先生 一些质疑 质疑倒不是说 你必须说是真的 倒不一定是这个态度 就是说你在当初 你以前发表文章 说他是假的 等到郭沫若找你 要求你改变观点的时候 你就改的那么快 马上180度大转弯 就拥护郭沫若 认为郭沫若摊得怎么怎么对 直接改变观点 也承认蓝亭旭是假的 等等 认为这种这个 说是便捷过一点 那么这个文章说他曲学 曲学是那两个字 我们写出来啊 曲学就是不说出自己真正的观点来 或者是曲言覆试 在某种程度上妥协 简单说这是一个曲学的表现 那么这个文章上就是有这么一段话 大家来看啊 他说啊 陈寅雀啊 赠蒋炳南旭 就蒋炳南旭是这个一本书啊 常以平生未曾驱学 阿世自卑 他这句话说啊 陈寅雀曾经在一本书中提到自己 那就说自己平生啊 绝对不驱学阿世 就是说 不去阿谀奉迎别人 不去以别人的观点来改变自己的意志 永远说真话 不撒谎 啊 既不驱学也不阿世 因此呢 呃 陈寅雀先生经常引以为自豪 引以为自卫 啊 自己安慰自己啊 就是一辈子不说假话 但是他后面提到 他说祈老 虽非阿世 说祈功啊 并没有阿世 啊 就是 不去这个 向这个世道 啊 献美取宠 阿谀奉迎 没去这样做 然于此一世 就是关于蓝庭序这问题 故不免驱学之机 他说这就 你没有阿世 但是在蓝庭序问题 你属于驱学了 驱学就是 你在 或者是驱从别人 或者在这方面是一种 贬接 啊 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你 逃不脱这个驱学的名 对齐先生呢 有这么一点质疑 或者是批评 然后呢 这位胡文辉 这个先生呢 又在最后呢 写了一首诗 他实际上说啊 他说 争文考线 正丹青 字字如今 手不停 寒柳一言 文朔否 西宫 七学 便难听 还是用了七学 这句话 他说 对前边 对齐 齐公先生 都是赞美的 前几句 都是赞美的 到最后这一句 七宫 七学 便难听 还是指导难听 人民 七宫 七学 我对此啊 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说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曾经设计过 这个问题 今天再着重的 谈一谈 就说 写文章的 这位朋友 有可能是个 比较年轻的 一位 文人默克 很可能是 比较年轻的 像你这个年岁的人 没有经过 文化大革命 你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恐怖 和那种危机感 我们这个年岁的人 经过文化大革命 每每现在 提起文化大革命 提起当初反右 五七年后反右 提起这些过程来 仍然心有余悸 每每有时候做噩梦 都回到那个年代 所以你真的生活过 在那个年代里面 你会对启公先生 有所包容 有所谅解 启公先生在五七年的时候 已经被打成右派了 说到五七年的时候 我也是刚刚十多岁的一个娃娃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有记忆 到处是大字报 但是就是写大字报那批人 很多人都被打成右派了 启公先生那时候是个右派分子 到六五年的时候 还没有摘帽子 但是他毕竟是学术界的一个权威 虽然那时候 启公先生只是在中年 但在中年当中 无管书法 绘画 诗文 还是考古 鉴定 各个方面 启公先生都是个权威人士 但在这个阶段当中 应该说 启公先生这个人 已经进入郭沫若的眼帘 当然在郭沫若的视角当中 有你这个人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在身份很有位置 但是郭沫若在掀起蓝亭论辩 和康生 主要是康生在后面支持他 然后让启公出来 你要说蓝亭旭是假的 启公在这之前 已经发表过多次文章 说蓝亭旭是真的 现在让你改过观点来 从说 所以启公先生在这时候 就欺负了郭沫若 就谈到蓝亭旭是假的 拥护郭沫若等等 说了很多 实际上是屈从的这些个演绎 我们应该说从原则上讲 这是个奇学 但是你当真正知道 当时的社会背景 启公先生的处境的时候 你一定会谅解他 大家知道 启公虽然是在虚数 在中年时期 就很有成就的一个人 不然的话 郭沫若不会找他 但是 郭沫若和启公之间的位置 地位的悬属 是个什么情况 启公当时是一个右派分子 而郭沫若是政务院的副总理 郭沫若又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是全国文联的 这个会 这个文联主席 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 又是这个中国人大的 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全国文联主席 全国文史馆的馆长 他在中国文任当中排第一号 一直到郭沫若死以后 改他的评价是第二个鲁迅 是这样一个人物 他无论在书法上 在学位上 在地位上 启公几乎 就说单从声望 书法上各有所畅 但是就单从学问角度讲 从地位讲 从政治上的这个这个受宠 启公跟他应该说有天壤之别 所以在那个时期 郭沫若如果找你写 你不改变观点 你坚持反对郭沫若 你这样一个右派分子 你的身家性命难保啊 所以启公先生当时的屈从 说他屈学也好 完全可以谅记 不必要把这个视为一个污点 我们继续说 启公先生到了66年以后 结果怎么样 还是被打成了牛鬼设身 打入牛棚 监督改造 他是这样一个人 因此我们每每提起启公先生 在蓝庭论辩当中的 屈从这个过程 完全可以理解 如果我们现在打开蓝庭论辩这本书 你看到当时很多人 跟着郭沫若 跟着抗生跑 那是政治压力 因为当时讨论蓝庭叙述 首先打出一旗帜来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 与威信主义史观的一场较量 先把这个大前提摆到这儿了 谁敢冒犯 过目中 只有像高二世先生 远离北京 当时他发表一些个 反对的一些个言论 当然也是在毛泽东的允许之下 毛泽东说嘛 辩论嘛 有比无好 还允许辩论 但是通过这些辩论 最后各自的最后政治落脚点 是不一样的 所以启公先生当时那个被动局面 他真的不敢违背郭沫若的这个旨意吧 所以我们对启公先生这点 应该给予充分的同情 何况那个时间 包括文化大革命当中 有多少人 虽声俯和 腰气呐喊 虽波驻流 这些都是一个 这个在所难免 完全可以使人谅解的东西 我那时候还很小 很小 但是我都记得这些过程 而且我在那时候就读这个蓝厅论辩 就经常看报纸发表这些争论文章 在这个时期当中 我后来想 一定是想通过蓝厅论辩 引起一场政治运动了 结果 六五年 就是文化大革命前期 前夕这段时间 没有引起大事了 还好 可是转过年来 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 就由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 叫平无寒的海瑞罢官 是一株大毒草 就引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到66年的八月份 中共中央下的十六条 进入文化大革命 最恐怖 最激烈 使人提起来 就是心怀余悸的这一年 那么就在这一年当中 齐公先生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 因此 这个蓝厅论辩 终于最后没有闹太大 而是武汉的海瑞罢官 这一受到批判之后 马上引起来批判三家村 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横扫一气牛鬼蛇神 那时候的我们所谓的牛鬼蛇神 每个人都遭到了人身的迫害 所以这些过程 青年朋友如果知道之后 你不会对齐公先生 那个所谓的欺学 产生什么疑意 或者不能原谅他 而我在前面的文章当中 只是提到 到了齐公先生 2004年的时候 他又发表一次讲话 他提出来 当初我是骗了郭默弱 我说的那不是真话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我是在骗郭默弱 我认为齐公先生 到04年的这番讲话 是多此一举的 所以我在前面 这个节目当中 有一集用标题说 齐公的多此一举 就是前面没有人去 不能原谅你 你后来说明一下 说当时没有办法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 我不得不屈从了 说明之后 大家任何人不会责难 齐先生的 问题是 齐公 他说我当初是骗了他 所以我就说 你怎么可以骗得了郭默弱 你说的话 不让郭默弱满意的话 那个能让你过关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齐先生应该尊重 那个历史过程 实话实说就罢了 但是齐先生 由于就是一招被摄摇 十年怕井生 又怕别人后来 再纠缠他 说你当初跟郭默弱 跑到一条线之后 又说他的政治上 有一个什么新的问题 那就反来复去的 他不得这个安生 所以齐先生 又再一次的 威心的说了 我那是骗郭默弱 让大家不要相信 我那是真话 实际上 后边这些个话 是多此一句 但是齐先生 他实实在在的 受到政治迫害太多了 所以无关怎么样 我们都在这个问题上 不必要过于的认真就是了 因此我对这位朋友 他前年对于齐先生的赞速 我觉得都是真实的 后边对曲先生的 蓝庭论辩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曲学 有了一些个看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必须说 齐公先生 他所谓的曲学 是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的 不必要过多的纠缠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名字 这个名就是人民的名 这是有一位朋友提出来 希望演示一下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讲过比如说 武术的这个五字 类似这些字 都是带有一个葛钩的字 大体上是一致的 但是名字呢 也确实有他一些个另外的写法 单说这个葛钩 大体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满足朋友的要求 把这个名字 向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好 我们先用凯书 来演示一下这个名字的基本写法 当然主笔是最后这个葛钩 这个葛钩的写法 我已经多次介绍 但是呢 做教师的 总是要有一个婆婆嘴 他就经常喜欢反复的说 有时候让一些朋友和同学们 听了起烦 总是这几句 但是因为这种笔法非常重要 难度大 因此多啰嗦一些 我想也是有好处的 那么今天呢 再把这个葛钩的问题 单列拿出来 和朋友们再做具体研究 看一下这个葛钩 单写它 这是不能犹豫的 这靠这个熟练 起笔略粗一点 腰部略细一点 到起高速又略粗一点 写到这个地方 稍稍往后立挥风 这样起来的 我可能写出有时候很快 这个小动作大家不注意 因为写太慢之后啊 这个字的效果就没有了 它靠一定速度来保障着它 实际上 不管写多快 这个小动作是不能或缺的 再唱一遍 是这样 所以这样写 里边是圆的 外边是方的 因此老先生们 常常把这种笔法 叫做内圆 外方 实际上就是 逆错了一下 我再用最慢的动作 写一下 可能效果差一点 大家但是能看明白 往下垂落 这是垂落下来 然后回来 再在这个地方再起来 整体完成过程是这样 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笔不要离开纸 离开纸在相接的时候 这点话就不自然 我们整体再写下这个名字 大家看 上面这个地方 不要写得过于粗壮 这是横挡住了树的去路 是这样一个形体 这一笔 在古碑铁当中 都是直接通上来 不要留口 不要写成这样 不要写成这样 这笔下来之后 不要往左斜 不要往这样斜 是直着下来的 往左一斜 如银内里的结构 就发现松散 注意 这样 这个笔画是这样过来的 再看 往这样一写 一笔过来的 但跟大家说 这不是欧阳勋的笔 欧阳勋当年是分两笔写过来 当年是这样过来的 一束笔 下来再单写这一笔 是这么过来 后来随着楷书的这种演进 渐渐的把作为一笔来处理了 这也是凯书的进步 当然 这不是我个人发现的 是到了 袁明清以后 渐渐的笔法 基本成为这样的定型 也不影响基本字形 好 我们把刚才没有写完的这个字 再写一下 注意这一笔 直接从这横划里插出来 也基本不留空白 但是这一横 它的长度应该宽于上方 就直接长出来 这一束笔 就是隔勾这一笔 直接插入这里边来 是这样插过来的 下方啊 虽然略长于左方 但是不要长出太多了 注意一下 古碑帖当中很多人 这样写 这个地方还点个点 因为前辈书家都这么写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 林帖的人 也都在这样写 这样写也不为错 当然 包括这一笔 直接插入口内 或者右边的家的点 和今天的这个规范字写法 都并不相同 大家说 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现在 对于这个规范字写法 一个误解呢 不会的 只要你把这个字 这样写好 再写规范字 也非常的容易 好 我们写一下规范的 这种名字 就这笔 不再插过去 这有什么难度呢 因此 我们想把一些简化字写好 或者一些规范字写好 你拎骨悲帖 把那个写好之后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再看一遍 悲帖的这种写法 是这样一个新比过程和路线 我们再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结构特点 注意这几个横画 都稍稍的向右方康间 注意看 顺势的都在向右上方倾斜 然后这一横画 依然顺着这个方向走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行书写法基本是这样 因为呢 骨悲帖经常都点点 所以我也习惯 有时写名字的时候点一个点 其实大家 如果觉得很啰嗦的话 可以不点这个点 也没有关系 这样是 仍然可以 再看一下这个名字写法 这儿就不必须要 非得再堵死这个口 可以留住空白 这样拐过来 所以他大体的这个形体啊 跟凯硕很接近 只是在这个点画的 有至少的区别 点的点说 点的什么形状 都大体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点点 就必须有力量 要压得住这个字 如果轻描淡写 就不好 我们再写下 这个名字的行书 这样 这样 往返的 有这些优丝引带 这样挂过来 然后 这些优丝啊 也可以减少一些 也没有关系 看当时的情绪 写到新草书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完全做的理性 有时候都是感性 有什么就是什么了 而且写过之后 也不用再重新描住 一加上那些东西 这字形的天真 浪漫的那个感觉 就没有了 所以 行书呢 就像平时说话一样 非常的随意 写粗一点 写细一点 没有关系 比如说 人民 这两个字 因为人字写的粗重了一些 所以名字有时候就写的 稍稍的 细一点 如果写 民众 名字的地 在签边 就好像写的粗壮一些 所以 有些字 或粗 或细 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固定 有些字就是 不固定 在这个位置上 就粗壮一些 在那个位置上 就稍稍的 好像单薄一点 不像上次我们讲的这个繁字 我们上集谈到这个繁字 繁字是在 比较 来说 不管出现在任何地方 它都是比较宽大的 把它写太小 就不可以 好的 看看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草书大体上有两种 一种常见的 就是这样 一拐弯 这就完了 或者是 注意 这就是名字 把上边的这一部分 简略成了 这么简单 就可以了 或者草书当中 也很少再点点 但是有朋友会说 这个那个士族的 那个柿子 很像 会容易混淆吧 其实不然 大家注意看 这是一横 拐过来 然后在这 这么下的笔 式子必须是 这是一瓶 然后这样过来 就这么一点 小小的差别 就区别于是 士 还是名 还有的 就是 直接在这 写了这个 然后 过来 这就是名 注意 只要是这样过来的 这就是名 只要这样过来的 这就是士 这个名字的草书 还有一种写答 就不容易认读 是这样写 这是名 他就是 所以把这个弯拐大了 应该是这样 这样写 其实还是这几个点话 他就是把它 这两笔写到这儿来 然后这笔上来 加了这一下 大家说 这是怎么 在两横当中 都要探出来 跟大家说 在凯书阶段 新书阶段 古碑帖当中 也有直接 从上边 冒出头来 大家看 大家看凯书 就有这样写的 写行书的时候 也有这样写的 也有这样写的 所以在草书阶段的时候 当写到草书室的时候 他就这样写了 实际上这一小片 是那个点 就旁边点那点 为了在这个运笔当中 有一个规疑素 不能再点点 再点点这个字 就不念字 这一下 就代表那个点 或者是直接 写在上面 这样写 也可以 所以这个名字 在草书方面 有这样两种 究竟你问我 提倡哪一种好 我说呢 这样写的时候 容易和世子混淆 这样写呢 又不便于认读 但是古碑帖 给我们留下 这种两种写法 我们只能 和朋友们说 随着你的心意 选择哪一种 都是可以的